大家好 欢迎收看丽人对话 这次我想请一位朋友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已经是跟他做同事了 而这位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他也不喜欢说去做宣传 什么这样的 可是他依然到现在到今天 他还是喜欢唱歌 他还是出唱片 我想也因为是 他要把好歌送给大家 一起欢迎我的好朋友 Sharon 欢迎 请坐请坐 带了一份礼物给你 还记得这样照片吗 我天哪 给我的 对啊 送给你的 你看 你看 哇 你保存的真是还好 还好 因为跟他的语言还没进 真的那天 因为我哥哥放假的时候 本来就远近的了 结果我就拿回来 还是收起来好 就今天就 就来送给我 对对送给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刚才你说 导演你说你什么 导演说 这个男的是谁来的 是 其实你可以扮男人 因为我们笨的 我蛮开心的 结果我们的导演 我们都欺骗到他 我会贾过的 看你跟看我呢 我们现在你看 多么有味道 那个时候很小嘛 才几岁 那个时候 你看几十年前 后面还有次 对对对 这个是你喜欢 我们有个歌 你送给我们的 所以我就收藏起来啦 哪日期 日期啊 三十一号 八月 八月 一九 八三年 你看 这个就是 三十年的 不管它是几年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个是很温馨的一样东西 那也看得出说 我跟西文 你看我们的友情 真的是不简单 八三年到今天 三十年的友谊 今天我们两位老朋友 就在一起 那不是老朋友 美丽的朋友 有两个不在一起 就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的 是 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有这个机会 真的很开心今天 因为平时可以各的忙 我们真的很少机会这样 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天 今天才知道说 其实 有一个外星人 叫做外星人 哇 可是我为什么有这个外星人的外号呢 因为我本身 我喜欢待在家里 因为 就 因为 有死人嘛 宅男宅女嘛 所以我很少出门 通常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出门 我不见朋友的话 我打那些好姐妹就会打电话 哎 你几时要出来啊 你这个外星人 你这个逼乖逼到几时啊 还不出来啊 是这样子 所以就 习惯了 就 一讲到我 他们说 哦 那个外星人 他不出来的 他不出门的 就是这样啊 最近呢 要发那个唱片 几时要发出来 还不晓得 还没有算到 没有算到啊 可是我们已经录好了 MTV也拍了 照片也拍了 全部已经锁好了 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剪辑的 哦 所以 只是 现在是 现在是东风而已啦 对对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OK 我也是唱英文歌 这个专期 对对对 一些经典的英文歌 好像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所以我很喜欢听这些经典的 还好 新的尝试啦 因为毕竟 自己也是受英文教育的 是 一路来都是观一些 广东歌啊 华语歌啊 难得这次有这个机会 可以唱一些英文歌 你记得以前我们录音的时候吗 我们那个歌词 我不晓得你啦 我呢 我那歌词全部念拼音 没有人看得懂的 拼音 可以拼音 就是拼出来 OK 这样就 我还记得郑老师教我们的 就是说 蛇音呢 就叫我们画一个圆圈 对 转转 那么 还有那个词 就打一个叉 打一个叉这样子 那我跟你讲一个 很老师要教我 我曾经 嗯 厂次啦 有拍过一部电视电影 那么我请了一个香港的导演来 那就是看剧本嘛 我以为我联系本大事 我就在半夜我要看 明天要拍的那场戏是什么 看看看看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讲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们写的那个好像没有那么的口语化 比较硬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就自己改剧本咯 OK 我写到一大篇这样子什么 全部有中文 有英文 有假的啦 那种 那种 对对 就说 就是拼音 这个 到现场的时候 我说 诶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有改了一些东西 你自己看 他说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到要开拍的时候 导演回来说 感谢 对不起啊 我想问你 其实你这里啊 你是想要怎样拍 你要讲什么东西 嗯嗯 他看不懂 然后我跟你说 更糟糕的是一点什么 更糟糕的是 我拿来看啊 我忘记我写什么了 OK 我的那个脸都不能放哪里 我说 我真的不好意思 他说 大家先吃饭先 吃完饭才来一拍 然后我就快点躲在一边 这只是 刚才是讲华语 讲华语的 我话也还好吧 OK Sherry呢 她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我其实 我是在一个很 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的家里长大的 所以很小呢 就父母一直跟我们讲 人生的大道理 就是说 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啊 一些啊 做人要怎么样啊 要自爱 尤其是女孩子 做人要怎么样 要有信用 其实我现在觉得是很幸运的 因为很小就接触到那种的焦虑 所以当时我记得 因为我很小就很喜欢唱歌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一大班的小孩子 就拿了一些桌子啊 就放在那边 我就当舞台 我就站上去 还有其他拿一些筒啊 就什么东西都拿来弹道具啊 或者拿那些乐器 对对对对对 我就站在那个桌子上 就在那边唱歌了 所以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就很喜欢唱歌了 结果有一次在一个池上的晚宴吧 我只是在那边客串啦 我爸妈的一个朋友的 对面 所以在那边唱 就遇到那个唱公司的老板说 我们想牵你的女儿出唱片 哇 吓到我爸爸 他说不行啊 他不行啊 他只是偶尔这样唱啊 我还玩 他说可以啊 我们有这个计划 怎么怎么就 一个proposer给他干 所以我爸爸很担心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认为 说觉得 哎 乐乐圈好像比较复杂 所以就不放心 我去哪里 去唱歌也好 录音也好 然后寻回演唱也好 妈妈一直要跟在身边 一直要陪在我身边 所以也是有一种福报 我觉得 因为有一个父母 对 妈妈一直要陪在你 对对 所以就这样OK咯 就很自然的 就那个时候还在念书 所以呢就Holiday 就是年尾的时候 才去录音 我父亲就说 最重要的就是 书要念好 那个就当做是你的Hobby OK 不可以当做是一份工作 或者怎么样 因为毕竟还是要念书嘛 所以就 就这样开始了 就这样开始了 今天非常感激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好 我们就是朋友朋友 等我见 ho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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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